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星主委 深策會的楊潘晟副會長 蔡長翰副會長 國康會群莊副主委 以及會服務周治豪次票上台 好 同時看向前方的鏡頭 好 同時看向前方的鏡頭 今天我們謝謝所有的貴賓 為我們再開新遊 深策會將持續扮演 政府最佳的職務 一起推進產業的任務 再次感謝我們舞台上的所有貴賓 請貴賓先行留步 那在這裡會邀請我們現場的朋友 你熱情給掌聲 我們也再次感謝蔡總統 今天跟您的一切 謝謝總統 感謝總統每一年都不缺席 我們深策會與京大支康產業的 各項的重要的活動 持續一位產業者 再次感謝蔡總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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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首先祝大家新生禮拜 今天是一年底流的生生人會 也是生生會新辦公室橋間的道別委診所 生生會自2003月現場創立以來 已經超過20年 回顧過去20多年來 生生會一直扮演政府跟企業的橋樑 以促進臺灣生育產業的發展目標 從政策建議推進醫療品質 鼓勵新創推動醫療大健康產業 到致力整合醫療科技 生技甚至金融化育的粉絲 引入水準 產業不同界面等發展需求 進入醫療大健康產業 吸血採觀學研科技 非常多強盛 大家知道 由於人口的老化 全球醫療支出 每年建議5%左右的成長 實際上升 預計在203年 將提升到15兆美元左右 佔全球GDP的12% 而其中早期檢測跟預防成長最快 將達4兆美元左右 因此自己產業 已經從傳統的疾病治療 演變到掩蓋預防的精準健康產業 而為了增加效率跟精準度 ICT及相關的高科技 將扮演關節的角色 這也是臺灣的機會 未來10年增退 將在臺北深地緣區 持續深耕 擴大對產業的服務 要強追蹤 新創拓展 跟國際商貿來挑戰 我們將全力協助生育 新創公司引進資金 加速研發和市場的顧虛 並持續拓展更多國際內建 幫助臺灣地基創新科技 跟產業的推動 以及大陸國際市場 今天的年會 非常特別感謝總統 一點鼓勵 也感謝理會的顧問 跟李堅持 跟大家分享 產業的新叙事 其中包括陳隆新資政 對高齡新區企業的 整合跟固域的看法 還有華碩石中堂董事長 對AI在數位科技所辦理的角色 還有林季佳列列成董事長 對科技的新趨勢 以及新思維的分享 我暫時請代表 盛哲會 對總統第三位 強者智商頒分的感謝 最後 預祝大家 新的意願 在科技順序畫面的時局下 都能夠順利利用 取得新的突破和機會 謝謝大家 我們創會王會長 以及現任我們工會長 還有在座指揮 我們神社會的一件事 還有各位一輩的貴賓 美女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感謝生社會 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一起來藉由 生物科技的刺激 來帶動我們 國人的健康跟福祉 今天的主題是 高齡健康產業的一個花衣 整合跟回動 從昨天 我們自由時報 A300 整個前半 都在談這個高齡健康 尤其談到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有四分之一的縣市 已經能提早賣入這個超高齡社會 這個我們是國王會是預計2025 但是已經有四分之一 25%的縣市 已經提早達標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加一線 台北市 饅頭 銀林 跟基隆 都已經達標 我們希望 藉由這一個所謂的高齡健康 高齡的超高齡的社會 會帶動這個高齡健康產業的需求 所以我們是希望來推動這個高齡健康產業 可以練的一個誇意的整合來切結 我們這個高齡健康的一個大家的刺激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從這個資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全球大概2025年 65歲以上人口會有20億人 這一個銀化產業的市場達到新台幣 1122兆 那從台灣來說 2020年將近就快要等500人 就425萬人 台灣人已經65歲以上的人口了 這一個銀化產業的產值有3.6兆 那在青秋的產值裡面 在這個銀化食品有158兆 在銀化服裝95兆 銀化技術316兆 銀化交通63兆 那整個高齡健康產業的範疇 包括這一個健康照顧 跟樂部休閒 跟金融理財 跟銀化宅經濟 這幾個範疇 看下一頁 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那剛剛我提到 台灣一將賣入超高的一個設備 就是從國安會提到 2025大概65歲的人口 佔總人口大概20倍 8% 那在古老這一塊來說的話 等於就是年輕人要照顧老人的比例 大概2023年26.4% 那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年輕人因為要工作 所以變成這些護者照顧的照顧者 有將近35% 已經超過65歲 也就是老年人照顧老年人 勞勞照顧的一個困境 那從這個服鴨嶼 我們也可以看到 服鴨嶼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 要照顧小孩 也要照顧長子 變成一個善於之的 這樣的一個困境 那已經到了 所謂胡鴨嶼 41.27% 那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面臨了高鐵化和少數化 社會的懷疑 那年輕人要怎麼樣 要去上班 那這裡也造成了 我們勞勞力的一個短切 還有造成切工以後 那照顧的問題 然後被勞處置這些問題 這個就是高鐵化社會的問題 就是 古老民地攤生 勞動力很嚴重 下一頁 那以這個高鐵化社會的問題來說 我們照顧企劃來看 照顧的品質量用不齊 因為這一個專業 技術 態度等等 所以要用不齊 工作負荷有重 能力也短切 然後再導入 科技的導入 一頁也不到 那最重要 也切了這些 所謂的這些工技跟技這些 那這部分呢 又牽涉到照顧機構 然後在整個投入的費用 負擔方面 所以也不高 所以也牽全服氣 下一頁 那整個推動策略來說的話 兩個方向 就是讓老年人活躍 可以來活得健康 另外就是希望能夠在地來老化 這個在國情上 這樣在美國大部分 就是收到還兩年期 在剝桌的話 他也都會朝在地老化 那談到整個未來推動的主軸 那就是推動市場經濟 那就是在這一個 高齡的科技的產品跟服務 在工期上能夠把它對接起來 那再來 也必要透過世衛這個科技 來做什麼呢 提供的世衛學習 還有就是服務的產業這些 那最後我們希望能夠提升照顧的效能 就是要去開發這些產品跟服務的這些東西 來提升照顧的效能 最重要 我們就是要把這些服務的機能 都一範圍把它擴大 大概能從這四大範疇來切入 讓我們質疑來看下一頁 首先呢 我們就是來啟動市場經濟 也就是服務跟公司來對接 那就是要誇不虧來合作 而且要花業來合作 那最重要也要透過這些商業花跟引力模式 要透過驗證 那最重要也是產業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花一整合 尤其在服務方案跟世衛產業 都要經過驗證的以後 那最重要就是這些生活的產業跟服務方案 牽涉到各種不同的使館、機關 那我們就要去把它做出 符合我們這些高齡健康科技希求的 來滿足這些服務的希求 下一頁 推動世衛學習這一塊來說的話 就是來見過高齡重生學習跟社交互動的一個 世衛生態系 這裡面一個是透過世衛轉型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世衛平台 如果在這些高齡健康的平台 能夠提供它所需要的服務 那最重要把所有這些平台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合作的生態系 讓這些希求者在這個地方可以啟得 它所需要的服務 下一頁很愉快 那從這一個照顧效果方面 我們從一個毒雞跟一個長照 跟一個家雞這三個來切入 那我們就是要來解決這個毒雞陪伴的部分 以及我們提供長照的服務 以及家具的安全 這幾塊來切入 下一頁 那我們透過公家機關跟民間的機構 公司協力來提供我們高齡的這些健康者 所需要的照顧來促進他們的服務 下一頁 可以看到剛剛提到那些策略 那我們現在來談整個照護醫療 支援的問題 可以看得到隨著這個所謂的氣異不同 然後支援方面的起的也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要來用印第治癒 像台北市來說的話 他這個醫療支援跟照護支援密集 而且很容易就業很方便 但是呢在鄉村坑天地區 照護跟醫療支援相對是不足的 以台東跟大武來說的話 這個地區照護跟醫療支援極少 三區地形範圍管 人口又分散 那以天鄉地區 以屏東廣尿為例的話 可以看到呢 這個照護跟醫療支援也繳不足 醫療支援醫療中心的車程只要兩個小時 這些現象我們來看看 我們怎麼來解解一下 那台灣呢在ICT既有它的優勢 可以看到上行比例84.3 行動化人比81 可以看到我們ICT的業主 已經都接入營機醫療平台 廠照平台 建立世衛健康平台的這一個服務 那以及給機醫療的解決方案 那我下一頁 從這個地方我們來看 先看55M第七來說的話 它是藉由智慧醫療的 輔助解決方案來建構 那可以呢來提升 因為它的這一個醫學中心多 但是很高複雜的醫療需求 在都會期的話 是這樣 那我們透過AI的醫療服務 整個平台跟醫療品質的手勢 來把我們在都會期提高 這個精神度 精神醫療來提升 下一頁 那這一個是在Penet第七的話 Penet第七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 可以看到這個平東寶島 那中國腦化慢性疾病 增加 讓我們導入世衛醫療產品 透過來跟醫學中心 整個把它串營起來 跟高雄產品的醫療來合作 透過GIMT這樣 來透過MG醫療來達到 我們當地衛生所更大醫院 專門醫師連線來解決 這個Penet下醫療照顧的問題 那下一頁 從鄉村這個部分 剛剛Penet下鄉村的部分呢 我們是可以透過 事情的醫療發食 事情順便 然後呢 在地診察跟醫療安排服務 兩種模式 第一階段 在地出診診察 第二階段 就是醫院診察出防護 誰啊 透過當地的台東醫院 來跟這些天下的需求 來練習 那再下一頁 最後結論 我們呢 在智慧醫療科技 依據不同的區域的屬性 來提供不同醫療跟照顧的簡潛方案 來提升我們醫療效益 將醫療的服務擴散到 偏向第七 並普及醫療的服務 在物慧期來說的話 我們透過這一個物理化 AI 智慧醫材 來提升智慧醫療的效果 那在偏向第七 我們就是 由安心醫療所開發的簡潛方案 過過癮性醫療的營品 來串為醫療中心 來提供醫療服務 那在鄉村社區的話 由於台灣在影機的通信基礎建設完善 所以搭配剛剛提到的 輕量性的醫療器材跟網路 來提供基礎醫療的行為服務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我們就是整備在今年的8月2號到8月4號 這幾天呢 我們在司法中心醫管的B7跟C7 C6段這邊 我們有八百的 這個暫時的談論 針對三大主題 九大領域 就是智慧服務 還有健康照顧跟快樂生活 然後還有三大主題 然後九大領域 四位居家 四位服務 還有高領的Fintech 以及快樂生活 包括四位醫樂 四位學習 樂和社交 在健康照顧方面 健康視訊 股視科技跟照顧科技 那下一頁 我們可以看到三大展期 九大主題 大概有這些的 透過場觀鞋 各界 把它平常 所開發的這些 手錄型 跟Flameport品牌 然後呢 來讓國人 來一起 展示 然後 讓這些宮崎上 透過這樣的 博覽類品牌 來做一個交流 剛剛呢 我早上也跟了一些 我們產業界講 產業界說 在這一塊 日本方面做的蠻多 除了我們漸進 然後覺得我們今天 就把它提出來 我們會來聽聽 我們這些 產業界各界 認為怎麼樣來做 比較符合 我們這一個 奧林社會所帶來的 這一個所謂 奧林健康的 這一種 服務的需求 來促進博人的健康 為善作家的 一個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 同时好四脚上来 再次感谢舞台上的所有威力 请威力先行人后 那这位邀请宣传的朋友 你的几个假之 也再次感谢采访手机的舞台 接着每一面都不学习 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大家支持小君台湾Plus 我们的订阅即将突破30万 非常谢谢大家给予的肯定跟支持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台湾民众的人口老化的速度 在全球是名列前茅 即是从1993年台湾就进入的高年化社会 1993年就进入了哦 当时呢65岁以上的人口是7% 也就是说在100人当中 有7个是超过65岁 而我们的预估所呈现的是 三年之后的2026年 将会迈入全台湾20%人口 是65岁以上的族群 也就是说在三年之后 注意听哦 三年之后呢 这是达到了五分之一 三年之后呢 全台湾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五分之一的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族群 超高年社会 好 在这个数字里头很简单是告诉大家 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人 是借退年龄 所以小金姐特别成立了小君乐火plus 我们会特别邀请各方的专家来分享 长照 健康 文化 医疗 艺术 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在医疗方面 这个牵涉到我们的常常吃的食物 饮用水啦 运动啦 医学啦 包括你的生活习惯 像是睡眠 养生 这些相关的新趋势跟新知识 要让大家健康加分 享受生活 尤其呢 我们最近要推出 睡眠不足 可能会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 WHO他们发现呢 夜班 就上夜班的护士 特别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从健康基石的角度来看呢 蔡荣聪医师我们特别访问到她 她说呢 昼夜节奏是不能够改变的 白天 工作 在入夜之后 该休息就得休息 昼夜节奏是不能改变 例如呢 我们也会邀请到蔡荣聪医师 针对免疫疗法抗癌的效果绝佳 这项革命性的医疗 免疫疗法 到底已经是到发展到什么阶段 它可以让白血病的九成根治 这些议题都是我们分享的重点 欢迎大家订阅小军乐佛Plus 跟爱护支持小军淘安Plus一样 按赞分享 而且呢 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哦 要订阅哦 我们再会咯 拜拜